时间交换给棚内主播 再看奈及利亚有多达276名的女学生 遭到集体的绑架 而宣传犯案的伊斯兰激进组织 伯克圣地还公开影片 扬言要卖掉所有的人质 奈及利亚政府抢救不力 导致民怨私企 目前美方已经介入将协助救援 狂妄地用手指向镜头 伊斯兰伯克圣地基金分子 公开宣称就是他们绑架了女学生 还威胁要卖掉人质 上个月14号晚间 奈及利亚东北部一所中立高中 近300名女学生遭到集体绑架 她们被强压上车 藏匿在森林中 今晚奈及利亚总统亲自挂保证 但事情发生超过三个礼拜 家属眼泪流干 却依旧盼不到女儿回家 奈及利亚军方在事发后三天 宣称已经找到近百位学生 但家属根本等不到人 政府抢救不力还扯谎明月四起 从奈及利亚伦敦到美国 都出现深渊人潮 内国政府迫于抢救压力 赶紧求助美国 美方承诺分享勤资协助救人 希望尽快找到学生下落 东斯学怀宣电影情报